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 大腦及心理健康專家柏爾蜜 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被診斷出患有代謝綜合症 這是一種會增加心血管疾病 和糖尿病風險的綜合疾病 但是通過改變原有的一些生活方式 他成功地在短短幾個月裡面就克服了他 近日 他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 Make It 蘭目發表文章表示 為了保持敏銳、精力充沛和健康的身體狀態 有六件事他從來都不做 他說 一、我從來不吃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飲食在肥胖、糖尿病和心臟健康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大腦也有很大的影響 他說 我通過堅持低碳水化合物的飲食 擺脫了自己的代謝綜合症 通常我在早餐的時候會吃雞蛋 在整個一天裡面 我會吃蔬菜、非高糖、高澱粉的水果和大量的肉、魚和家禽 這樣做能夠幫助我保持健康的體重並保持低血糖 二、我的有氧運動從未停止超過兩天 一項針對120萬美國人的研究發現 運動對心理健康也有好處 他說 對我來說 最佳的鍛鍊方式是每次運動45分鐘 每個星期三到五次 除了拉伸和核心肌肉訓練之外 我還會舉重、跑步、踩單車、游泳和輕快地散步 三、我每晚的睡眠時間從來都不少於七個小時 睡得不好會導致認知障礙 此外 隨著時間的推移 可能會導致艾爾慈海蜜症的風險增加 它還會影響到情緒 導致抑鬱症 每個人所需要的睡覺時間都覺不相同 但是我總是每晚至少睡七個小時 四、我不喝酒 他說 我以前經常喝酒 有時會在晚上喝一杯酒來放鬆一下 但是在2020年的6月 我決定戒了它 為期一個月 幾個星期之內 我注意到我的睡眠和工作效率都有所改善 所以我決定完全戒酒 在一項對超過三萬六千人的研究裏發現 每日即使喝一到兩杯酒 都會導致大腦萎縮或者收縮 五、我的自我成長永遠不會結束 通過心理治療來探索情緒健康 可以改變生活 注重同理心、人際關係、社交技巧 或者提高認知能力的心理治療 可以加強不發達的大腦回路 六、我從未忘記自己的生活目的 人類天生就覺得生活要有目標感、使命感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大腦入面與生俱來的 當人們缺乏目標感的時候 會有發慢性應激反應 導致認知功能下降 生活的目的可以是多方面的 它涉及到和他人、自己和社區的關係 我們都應該爭取在社會裡 擁有至少一個角色 使得我們能夠為社會作出貢獻 並且感到被重視 中文字幕提供